MING PAO TORONTO 很多設計師 都喜歡用黑白灰的三種顏色 去營造一個簡約的現代感 但在這位畫壇大師的筆下 黑白灰就變得很有詩意和靈氣 展覽名稱為吳冠宗黑白灰 吳冠宗的作品中 有很多都是以黑白灰為基調 所以我們這次是以黑白灰為設入點 另外他寫了不少文章 關於黑白灰和對這幾個顏色的感覺 所以我們這次也將他的語錄選段 和他的作品一齊並致展示 就像藝術大師現身說法 和我們親身去演繹黑白灰的世界 是否有很多的 你好,Joan 你好,Travis 你好 你好 我知道今天我們參觀的展覽 是關於吳冠宗的黑白灰 我知道創作原子生活 而我自己的資料搜查過 其實吳冠宗之前 其實是讀電機工程 但為甚麼會由電機工程 轉去做藝術 是,吳冠宗在1919年 在江蘇宜興出生 在1935年 他參加了全國軍訓 認識了朱德群 受他的影響 所以藝衍放棄了電機科 然後決心從藝 考入杭州藝專 入讀後跟吳大宇先生學習油畫、西畫 之後也跟潘天秀學習中國傳統繪畫 可以說中西方藝術也有認識 另外我也知道 其實他在40、50年代左右 去了法國進修天王 是嗎 是的 他在1946年 參加了全國留學生的考試 被選派去了法國留學 入讀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校 跟蘇菲皮爾教授學畫 而在那幾年裡 他也是在西方藝術文化裡沉浸 也得到很多啟發 說了這麼多 我已經很期待待會兒 我們會參觀的一些畫作 我們不如先行吧 好啊 有請 其實剛剛慢慢走進展館 我看到吳冠宗先生有一句說話 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國際現代藝術展 可以給他拿兩樣作品的話 他會選擇拿黑漆版和白酸紙 為何會有這個選擇和背後理念 其實這句說話是來自他寫的一篇文章 就是《三方淨土傳倫來灰白黑》 裡面也提到他去看孫子廠造紙 當時看到一塵不厭的孫子 他就覺得是一張很美麗的圖畫 包不得要將一些農物潑灑上去 創作出一張石破天經的作品 所以在他來說 可能黑和白的感染力是可以很震撼的 聽起來其實白色對他來說 也是比較重要和具象徵意義 其實白色對他來說有甚麼含意 白色對他來說 尤其是在水墨畫裡面 是起了一個很統率的作用 可以說是傳統中國美學裡的 繼白當刻 即是說落物處是黑 但著眼處卻是在白位 所以在他構圖配置的時候 他往往都能夠很巧妙地用 留白、不同的黑灰的塊面、線條 配置去營造形式的美感 尤其是如果他畫到這些雪山的作品 他會留很大幅的面積 可能是幾末的顏色 就襯托出一個雪山出來 而雪山可能是不著一筆的 可以說是用白是用得出成一筆的 這裏會否用了西方抽象畫的概念 放進去呢 即是在他不著一筆的情況 我們就要看看這張作品 這張作品是雙宴 雙宴是在1981年他畫的 我這樣看 雙宴應該只是整幅畫中的 某一個角落有兩隻燕子 但為何會選擇用這件事 去做他這幅畫的名字 這個其實是來自他在1980年 他就和學生去江南寫生 在美站的時候 他就有普陀島 離開去寧波 打算乘火車去杭州北上 回到北京 他買完火車票之後 還有時間 於是他就和學生一起散步 根據他的學生 鍾淑恆當時是研究生 他的益術就說 忽然間在路邊的對岸 就出現了一道長長的白牆 在黑雅的襯托下 就特別的名證 而且在他前面的河水倒影 也呈現了很漂亮的影像 於是吳冠宗就說 這個白牆太漂亮了 於是就立刻把他的寫生本 和鋼筆拿出來 全神貫注就說 好,畫完了 一看錶發覺 過了 對,還有不足20分鐘 火車就要開了 於是他們倆一怒一笑 就立刻收拾行裝 在路上狂奔 其實也有點狼狽 而且當時他已經超過60歲 但你會看到藝術家 當他發現尾巴的時候 那種亡我和激動的情況 對,那種情緒 對,那種情緒 與我平時看到的水墨畫 例如山水畫 是很不同的 平時的可能是比較虛無飄渺的 但這個邊邊框的線會比較多 為何會有這種感覺 以及有甚麼創作理念在背後 剛才提到 因為被古香素靜的長身吸引了 把他放進他的畫中 成為他所謂的畫中的女王 他這樣說 你看到他那套長長的白牆 佔據了整個畫幅有五分之二 這其實是他受到西方的平面分割 理論和藝術家蒙特利安的影響 而且他最巧妙的地方 就是加了一堆燕子 這就是剛才所說的 是一個江南的情調 所以那雙燕子就是畫龍點睛 令這幅畫有了他的溫度 以及可能當時的一個時刻 對,令人聯想到他的家鄉 館長,我看到這幅作品 《憶江南》 也是有兩隻燕子 我估計是否是繼雙燕後 另一幅去描繪江南景致的作品 對,在畫完雙燕後 吳冠中就畫了秋緊故居 在1996年就畫了這幅《憶江南》 這三張作品可以說是 他大概30年間裡 一個由巨像到接近秋象的進程 在《憶江南》 你會看到他將他大半生 對於江南的印象和感情 簡化成為一些線條和色塊 他所表達的已經是另一種境界 以及情調 已經是他進入了另一個境界的情況 其實就這樣看《憶江南》這幅作品 的確比雙燕比較抽象 我也聽過吳冠中先生的一個藝術主張 叫做《風箏不斷線》 其實我們會否在這幅畫上看到 這個藝術主張呢 會 看到的 《風箏不斷線》其實是保留巨像的成分 因為吳冠中先生覺得 無論如何抽象或自由奔放 他也希望群眾明白他的作品 所以他就要留下那條線 你剛才所說的那對燕子 和黑雅、白牆的江南的情調 就是那條線 就是希望可以和觀眾聯繫 這張就是這個展覽裏面的焦點展品 就是瀑布 這幅作品可以說是黑白灰的完美呈現 它融合了黑白的對比 還有有線條和面塊的對比 還有就是有動靜的對比 你看到畫幅的上方 就有一些黑色、灰色 不同程度的色調的面塊 就是都被迫在畫幅上 你會看到張力在這裡 然後瀑布是緩緩地傾射而下 他所表達的那種不是很咆哮的那一隻 你會看到它是很溫良、很柔和 不管是自己也說的 甚至乎是移於靜觀、軟看的 所以它最多只在前面加了這幾棵 乾壽的樹 但一點也不影響畫面的溫良 你會看到它就像一張 書情詩的異景 是很有詩意的一幅作品 另外除了黑白灰之外 我看到前面這幾棵樹 是有不同顏色的彩點 有沒有說這些彩點 是吳冠宗先生的獨有技巧 還是有甚麼意思在裡面 是,這是吳冠宗先生 很標誌性的手法 我們現在踏入了灰色的世界 在吳冠宗的眼中 灰色是能夠表現生命力的 同時亦是對於他故鄉的印象 和思念 他最喜歡在早春的時候 去江南寫生 他說江南多春音色素淡 一派是淺灰色調 所以在他的印象中 他的故鄉浸透著銀灰色調 我看到這幅畫上 也有不同的彩點 是否和剛才的一幅畫一樣 是他的獨特的地方 是的,這作品 亦有他標誌性的紅綠黃彩點 這些彩點其實是一些人物活動 或者是一些花樹的一種異象 令整幅畫面都變得有節奏感 有韻律感 而且有提亮的作用 剛才我們說他很喜歡江南的春音 這個水巷正正是江南春音的表現 這個水巷正正是黑牙白牆 在銀灰釣中間有一條灰色的水稻 你看到它是一個黑白的組合 已經開始有抽象的味道 細節不重要 它不細意去描畫 就是一個感覺、配置 而且你看到空間的營造 也很特別 前景的房子和遠景的房子 有誇張的對比 這是一個在空間上處理的特別之處 另外我又留意到這幅畫 是選擇用油畫 而不是剛才所提及的水墨畫 其實它在創作水墨之外 在這個時段也是創作油畫的 但它也有特別提到 它的油畫是江南灰釣的起步 所以它以灰釣、表達江南的春音 確實是由油畫開始 我看到這幅畫很明顯是用黑色 來做基調 然後可能在上面再畫 我相信是苦瓜的作品 我想問吳冠宗先生對於黑 又有甚麼看法和想法 吳冠宗先生說我愛黑 永遠都是去探索黑的可能性 他還說黑是視覺呈現當中的最強音 尤其是去到晚年的時候 踏入人生的歸程 他更加說他禁不住對黑的喜愛 這幅作品是《苦瓜家園》 說的是苦瓜,是一個苦字 藉由藝術家在藝術道路上 掙扎和吃苦的精神 為甚麼呢 就是要創出一片新的天地 吳冠宗先生一生都是苦苦求索 從來都沒有想過 要以一個安逸的方式來創作 他的家人曾經分享 就是他臨終之前的那段時間 因為病患 家人也收起他的畫桌 但他將一碟碟的書和一些木板 自製了一張桌子繼續去畫畫 亦留下了幾張絕筆的作品 亦是因為他很喜歡、很喜愛藝術 所以他選擇去吃苦 我看到這幅畫很明顯 就是白色一串串代表苦瓜 另外就是有些藤蔓蔓蔓延著整幅畫 又應該如何欣賞呢 這張作品可能挺有別於 之前我們看的作品 你看到它就是白的苦瓜 就是在一個黑色和深默綠色背景的襯托下 是很耀眼的 還有剛才你所說 其實這個藤蔓是用油畫刀的刀鋒 刮到畫布上表現出來 你會看到連畫布的底色都可以看到 所以你很自然感受到那種很強烈 那種色彩對比已經很強烈 那它的技巧亦是很強烈 很有表現力的 整幅作品都給人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除了吳冠宗先生的作品之外 我還想帶你去看一件展品 好,謝謝 這張就是我想帶你去看的展品 這幅畫跟我們剛剛外面看的很不同 剛剛很明顯是用表框表起 這幅的呈現手法也不一樣 是否也是一幅畫 也有些朋友說 這幅畫像是一張抽象畫 不過這幅畫不是畫作 其實是一張畫毯 在創作水墨畫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在下面墊一張畫毯 這裡你就會看到藝術家 是長年累月 在上面耕昏之下 留下的很多物跡斑斑 還有你會看到一些色點 這些就是 吳冠宗先生的很標誌性顏色 所遺留下來的一些紀錄 又或者像他所說 他說這張畫毯就好像 積入了他幾十年來的 藝術創作的一些宗織 所以當藝術館問他 可否捐出這張畫毯的時候 他因然搭穩 同時他在上面提了兩個字 就是孤土 意思是引辱藝術的土壤 很有意思 不是一幅畫作 但同時他也可以用一個畫 或展覽形式呈現出來 對 大家又可以感受一下 藝術家的創作歷程 我也知道這次香港藝術館 也邀請了本地藝術家Chris Zhang 他做了兩個藝術裝置 為何會有這個跨界的藝術作品 以及有這個邀請 是因為有吳冠宗藝術贊助的支持下 我們也籌劃了這個跨界系列 吳冠宗成張漢謙 我們邀請了香港藝術家張漢謙 以及他的團隊 以吳冠宗先生的作品為創作啟發 以一些當代的手法和藝術科技 去延續吳冠宗先生的創新精神 待會Chris也會過來 你可以請他分享創作心得 好,謝謝Joan 謝謝 我對吳冠宗的作品 其實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厲害的水墨畫家 由他早期的作品 我們看到他花了很多不同的精神 一直演變自己的創作 到了晚期的時候 看到他回歸了一個很少量的風格 所以我非常感謝他的作品 你好,Chris 你好 我們這次應該會參觀藝術裝置 看到身後的裝置 而應該就是瀑林,對嗎 沒錯,其實作品改了一個名字 叫瀑林 其實英文就叫Foreign Tears 其實有點寓意 因為本身這組作品跟我們的環境資料有關 如果你細看,會看到一些水滴 會有上面滴下來,軟著一條線 所以其實是一個落淚的過程 然後背後其實是推出一些 我們稱為Ring For Data 即降雨量 還有一些建議的作品很長 每一個檢測裡面 其實都在代表一個地方的降雨量 而選擇的地方 就是我們經常都會覺得它會錄尋 包括大家都經常知道 例如威尼斯 威尼斯 對,馬爾代夫 即使日本 明古屋也會有一個低話地區 所以透過降雨量的數據 我們希望這個作品 去重新有人跟大自然的聯繫 所以希望透過這麼漂亮的維港前面 我們希望觀眾會反思 除了看藝術作品之外 也感受到環境的因素 其實很迫切 其實也很聯繫到當代的一些議題 尤其是氣候變化、溫室效應等問題 仍然存在 其實同時也很緊構 吳冠宗先生對於水的一些作品 甚至一些看法 對,其實這個作品為何會叫瀑林 其實就是基於吳冠宗老師 瀑布這個系列 我看完這作品時 我在想究竟吳冠宗老師 當時的心境和環境的關係 所以站在前面看的時候 很印象 看到流水的感覺,有虛有實 希望這次的作品 也同時在回應這件作品 謝謝Chris介紹給我們聽 謝謝… 謝謝 謝謝